丈夫为了自保以及她的利益 竟然选择将自己的小娇妻置于绝境 作为昭和时代的女神 风济游记在当年堪称日本影坛的风云人物 她所主演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了经典 丝毫不逊色于赤板丽的成就 她以大胆的演绎和天生励志的欲解风采 深深吸引了无数影迷 让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如今这部影片的推出 也成为她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制作 她将一个成熟妩媚的少妇角色 诠释得淋漓尽致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韵味与性感 尤其是她的亲情演出 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相信观看影片的观众 一定会对她的表演充满惊喜 苍景的美貌与优雅 一度让她在这个滨海小镇成为焦点 然而在丈夫的利益与贪婪面前 这一切都成为了牺牲品 她的丈夫公本则是一个中年成功人士 财力丰厚且生活安逸 表面上是个宠爱妻子的好丈夫 然而她的爱逐渐被权力 金钱与贪婪掩盖 苍景一度因丈夫的成功而感到满足 但很快发现这段婚姻中 她的感情只不过是公本筹码的一部分 苍景较好的脸庞与曼妙的身姿 足以让人为之心动 尤其是每次外出时 总能成为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 让那些清晨锻炼的年轻人 不由自主地驻足观望 然而这些视线对她而言 早已是习以为常 而正是她那万种风情 与独特的性感魅力 让这些健身的青年在影片结尾时 全部纷纷出现 场景颇为震撼 尤其是镇上的船员钢板 因其魅力倾心于她 并将苍景视为心中的女神 钢板的暗恋 也逐渐成为她救赎苍景的动力 这天苍景出海游玩 并选择了钢板做船员陪同 看到如此成熟且韵味十足的女人 让钢板感到新奇 像苍景这样令人着迷的存在 她还是第一次遇见 而这时的苍景主动开头与她交谈 这才让钢板回过神来 说完她便悠然地在甲板上享受日光玉 万妙的身姿一览无疑展现在钢板的眼前 不久苍景从睡梦中醒来 意外发现钢板正痴痴地盯着她看 察觉到这一幕的钢板 顿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而苍景则不以为然 只是淡淡一笑后便随即跳入海中开始畅游 然而另一边的工本正陷入一场危机之中 在一处洗浴中心 她无意卷入一起谋杀案 并因被栽赃而面临敲诈 当她被蒙面男子威胁时 对方提出一个难以置信的条件 以她的妻子作为交换 便可将赎金减半 工本在巨大压力下 不得不答应对方 并同意了这个要求 为了保住财产与性命 她选择牺牲自己的妻子 为此也将苍景推向了深渊 这时在家中等候丈夫归来的苍景 还浑然不知危险的来临 她听到门把手的转动 心想还以为是丈夫归来 然而进门的却是两个陌生男子 苍景瞬间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 她试图反抗 但为时已晚 她被强迫灌下大量烈酒 不久便昏迷过去 等她醒来后面对眼前的场景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不测 心中满是愤怒与绝望 然而更让她痛心的是 丈夫不仅没有给予她安慰 反而阻止她报警 理由是为了自己的声誉 和公司形象不受影响 公本的冷酷态度 让苍景彻底心灰意冷 也让她开始意识到 丈夫已经不再是 她曾经信任的伴侣 从这起事件开始 苍景与公本的夫妻关系急转直下 公本将苍景视作负担 对她冷嘲热讽并施以暴力 家庭变成了她无法逃脱的牢笼 苍景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往日的优雅美丽 在痛苦和折磨中 变得苍白无力 而一直关注苍景的钢板 在无意间目睹了 她被家暴的情景 心中木火中烧 恨不得将公本撕成碎片 但她只是个小人物 没有权势 没有财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苍景 遭受这一切 无奈只能带着遗憾离去 苍景至今不明白 为何自己会遭遇 丈夫如此冷酷对待 直到某天 她替公本去送赎金时 意外遇见了那天 闯入她家中的陌生男子 而此人正是对她 实施犯罪的凶手之一 事后苍景才将 这里面发生的真相得知 更令她震惊的是 男子竟然毫无顾忌地 将当初与她丈夫 公本的协议和盘托出 甚至还拿出公本 给到她家的药 并声称这场交易中 苍景的师生 是她丈夫的主动选择 为了解决自己的危机 公本亲手将她送给了对方 以此来换取自身的安全 这个真相如同一把利刃 刺入苍景的内心 她万万没想到 与自己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 竟然会做出如此冷静的决定 经历了这一切的苍景 内心的愤怒和悲痛 达到了顶点 从此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 不再是那个温柔善良的女人 既然丈夫能够如此对待自己 那么她也不再为她保留任何爱意 甚至决意迎合这场无情的交易 以自己的方式来报复丈夫公本 苍景自那一刻起 便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 然而钢板看着自己心中的女神 变得冷漠无情 让她心痛不已 于是带着仇恨与愤怒 驾传驶向公海 并将那些曾经伤害她的恶魔 抛入海中 然而在此过程中 苍景的一个意外之举 让钢板深受触动 说完便将家门上的钥匙 扔进了海中 回想着苍景刚刚的话 让钢板受到启发 毫不犹豫的她 便毅然跳入海水中 而苍景则不为所动 随后便离开向家中走去 本以为这一个简单的测试 是想让钢板远离她的视线 谁知结果却让她很是意外 回到家后的苍景显得异常冷静 看着丈夫躺在床上 依旧是那副虚伪的面具 她也未曾戳破她的假象 而是若无其事地开始整理房间 这时钢板意外地出现在她眼前 并出人意料地拿出了 那把她抛弃的钥匙 此举让苍景很是惊讶 对于钢板的举动 让苍景也没有食言 并且兑现了她所承诺的一切 自那一刻起 苍景彻底蜕变 她从温柔高雅的女人 变成了一个连自己 都不再熟悉的冷漠机器 几天后 当她再次与晨跑的 这些年轻人擦肩而过 眼中已不再有曾经的骄傲 而是透出一股冷酷和亲密 远处的钢板看在眼里 于是将那把象征着恶魔的钥匙 交给了这些 对她垂涎已久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苍景与公本的关系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到来之际 两人似乎已经抛却了过往的阴霾 准备享受美好的时光 迎接新的幸福 然而事情却并未如他们所愿 一场意料之外的灾难 正悄无声息地向他们逼近 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突然出现 让夫妻俩大惊失色 还未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玻璃被男子打碎 噩梦般的情景就此拉开序幕 钢板目睹这一幕 心中生出一丝懊悔 影片到此戛然而止 这部早期的日本剧情电影 被认为是八十年代 招和女神 风济 游济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看过的人 无不为其动容 这部作品的情节 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 特别是苍景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令人倍感心酸 若不是她丈夫的自私 也许这一切本可避免 因此 影片也在提醒观众 做人要留有底线 心怀善意 对于喜欢经典剧情片的观众 这无疑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佳作 妻子的幻想 是一部以婚姻题材为主题的电影 影片通过细腻的情节 和精湛的演技 探讨了欲望在婚姻关系中的表现和影响 影片通过一系列情节 展现了夫妻之间如何面对 并处理这种对欲望的差异 以及他们在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 电影通过细腻的叙事和人物刻画 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夫妻间的复杂情感 妻子的内心挣扎和丈夫的困惑 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妻子在面对欲望时的羞涩与勇敢 以及丈夫从不解 到逐渐接受的转变 都让人感同身受 而电影通过这个角色的成长 揭示了夫妻间沟通的重要性 电影中许多细节 都能够引发观众的心理与情感共鸣 无论是妻子面对欲望的羞涩 还是丈夫面对变化的恐惧 这些情感都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的普遍反应 通过这种共鸣 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从而对影片产生更深的认同感 无论是对婚姻生活 还是对日本文化的探讨 这部电影都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启示 感谢观看